我之前的影片反正有時候我會提到就是說什麼可能國產進口的 然後其實很多時候客人來現場會就直接建議客人說我覺得你這個就不要貼 因為講的 銷售是在找有需要的人 其實有些東西本來就不適合用包的 你說寶馬的那個鼻孔那個中網 那個你下皮買那個也才兩千多塊 你那個用貼的一定是超過這個錢 但為什麼窗框要用貼的 因為杜戈劍考不了就可以硬考 但是它這個是有時效性的 大概半年至一年 它一定會掉 它就會開始剝落 所以杜戈劍考不了 那它只剩下第二個選擇就是用包模的 那你也可以直接換現場的 比如說因為現在的賓室它領級款 一定訊的它都是有出那個夜色套件 就整個黑化的 那你要把它換成黑的 那一條我那天有去過一條跟三千二 那基本上你至少會有八條 八條的你說你整個換下來你要兩萬多塊 可能將近三萬 那這時候我們就會建議你用貼的 懂的意思嗎 該用貼的我們就用貼的 不該用貼的我就會建議你直接去買現場的 那所以有時候就會講到這個國產跟進口 之前就有人留言就說那你是不是看不起進口 我從來沒有什麼看不起國產進口 還是說你有錢不有錢 因為你要先你要懂一點 根據二八法則 百分之八十的收益會來自百分之二十的人 你主要是要找到我們的目標客戶 那你說那這個跟有不有錢有關係嗎 我跟你講沒有關係 入台北很多人很多有錢人房子好幾間 問題是他沒有汽車 那這時候他會失誤我們的客戶嗎 不會啊 他說沒車他會弄什麼 然後再第二點 你只是去看路上的雙B 這十台雙B 有在顧車真的有在洗車的 我跟你講百分之百不超過五成 不超過五成 所以是真的是有不有錢的問題嗎 還是說開著車好不好嗎 包含到很多有錢人 像我自己認識的我朋友 他們都開三四百萬的車 但是問題是他們可能一公三個禮拜一個月才洗車一次 洗車不是打到洗車 然後甚至很多情況是怎樣 他們會去給阿婆洗車 為什麼 對他們來講車子就是消耗品 這東西是他兩年他就會換掉了 所以對他而言 他覺得在好的汽車美容 跟在阿婆的阿婆洗車 對他們來講是沒有差的 你懂嗎 我那個朋友他的心態是覺得說 我去給那個汽車美容行 那我倒不如去給阿婆洗 讓他們還有一點收入 你懂意思嗎 所以他的車也是很好的 他的車也是基本上是兩三百萬那一種 不是有不有錢的問題 而是一個比例原則 等一下給大家看一下那部影片 你今天會拿勞力士 你會拿AP 你會拿配方海角 你會拿去相賺 你今天你不會拿卡西奧去相賺吧 還是你不會拿迪士尼去相賺吧 甚至天說你也不會拿去相賺 因為沒這個價值 這個不成比例啊 所以真的是有不有錢的問題 你還是說看不起什麼國產進鋒 主要原因是這個嗎 一件事情把它想清楚想透徹來嘛 你說我那個客人 你說他GLA45S 改下來要將近四百萬 三百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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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吧 你說他會不會去改一組二十萬的鞋鞋關 會啊 因為他都已經開GLA45了 但是你今天 你有可能說你開個Vios 不要Vios啦 你會開個Camry 你會去裝鞋鞋關嗎 不會啊 甚至人家也沒出 為什麼 因為他們這個車廠也知道 你這種就是家用車 對吧 這種車也 不能說沒有 就很少人會拿來改裝 我今天 寶馬賓士 我會不會去換KW 會啊 對啊 但是你說 我今天一台VIT 還是說什麼 Camry Vios 你會去改鞋鞋鞋嗎 不會啊 我說了 這個甚至人家也沒出 我說真的 對啊 你這個換個國產的 還是說換個短堂王 就已經很偷笑的東西了 對啊 你說乾娘 你換個東西一個二三十萬 然後你車價六七十萬而已 不符合邏輯啊 不敢說沒有 一定還是有人這樣做 但是那個占比 可能真的不到1% 你看一百台也沒一台 好 那你說 可能有的買那個 Visa的 SFARU的 還是說 買那個牛魔王 或者是Tab啊 還有什麼 如果買賣這些車的人 會不會去 弄這些東西 我跟你講 買這些車的人 一般以上都一定會弄這種東西 為什麼 會買這種車的人 一定是很有愛啊 所以他們 他們 會捨得花這個錢 你說一台什麼SFARU 可能買到好兩百多萬 很多人就會覺得說 乾娘 你怎麼不直接買双臂 我跟你講 這種都是有愛啊 或者他就是 就是很喜歡這個品牌 你會買 你會買SFARU的 其實就是買他那個引擎 水瓶對過的那個引擎 那你說他都已經花一個進口的錢 然後買買這個 買這種 雖然說這個也是純進口的 可是他畢竟就是 牌子就是不一樣 但是他都已經肯花 他一定會去換什麼KW啊 去換一些油品牌 成吉他 了 你 你 哪裡